不过用路人只要求一条安全的道路 难道有这么难吗 上次台中市为了美化商圈 之前在一中夜市几个路口铺设的是彩色瓷砖 但是因为摩擦系数太小了 下雨天就常有机车打滑摔车 民视镜头就多次直击 这样触目惊心的画面 那么也就在我们记者 两个月来持续的追踪报道关注之下 市府紧急的编列预算 终于在几天前 重新铺设好了防滑路面 骑士也总算摆脱了梦翼 3月9号台中下大雨 一中阶瓷砖路又湿又滑 机车频频雷残 民视镜头记录了金总一瞬间 骑士自认倒霉民视反映民怨 市府随即派人挂上警告牌 同时承诺尽速改善 50天过去了 又是下雨天重回现场 摔车路仍然不见改善 修设慢如牛步 记者直接前往市府 官员澄清已经发包 出太阳就施工 民视警钉事隔两天 陪同包商赴现场会刊 催促加速防滑 两个月前下雨天走在这里 瓷砖路面施滑 几乎可以大跳月球漫步 经过本台两个月持续追踪 市政府目前已经来做改善 已经重新铺设了防滑路面 以前的瓷砖路摩擦细数小 只要不小心就会摔车 现在瓷砖上面再涂一层 仿石材涂料 防滑细数增加了 骑车经过安全多了 比较不会滑了 下雨天的时候才不用这么紧张 整修过的话原则上会比较安全 不只一中街玉柴接口重铺 附近几个同时骑坐的瓷砖路面 也在赶攻改善 附近商家不会再看得胆战心惊了 比较不会摔的 谢谢你们 我们申诉很多很久啊 都没有人离我们 对啊 结果谢谢你们 谢谢 骑士安全不能做事不管 设计不良就紧急改善 何尝不是市民之福 希望一中摔车路 就此画上据点 明星文台中传统报道